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会让你的衣服变得比较透气 然后变得让你在夏天穿的时候比较不会这么闷热 所以尽管它是长袖 或者是它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厚重的感觉 但是你穿起来是很舒服又很轻松很凉快的 逛街逛类人当然是要来放松一下 接下来带大家来的时间去看我们一家的露营烤肉产品 是的 韩国现在最流行的就是仿佛去露营烤肉的feel 想想你跟我边露营边炒 不是 是边烤肉啦 这边特色就是所有的食材跟味道都是跟韩国一模一样 这边最招牌的特色菜就是这个啤酒烤鸡 它跟一般烤鸡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中间还有一个啤酒柱 所以在吃烤鸡的时候你可以沾着啤酒来吃 可以更提出它的鲜甜味 招牌菜当然有烤五花肉 烤香肠 搭配烤石酥 韩式泡菜汤 起司海鲜煎饼 都是到底韩国菜 不过更经典的是还有这一味 另外由于这间店是由饼包挨炸鸡所开的 所以想来这边吃烤肉之外呢 你也可以尝到他们的招牌菜 那我直接这样吃 对对对好 开始 动新闻政军是有没有这么好吃啊 报导 好